我三敬 谢谢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这是2024年斯洛克上海大师赛 邀请赛 四分之一决赛 胜者能够记得到四强的比赛 这是咱们的中国准神斯州辉 对阵的是世界准神特鲁姆普 那么两位准神之间的对决少不了精彩 比赛也是非常的耐看 那么大家接着往下看就知道了 好 来看四周黑的这杆进攻 精不精彩 大家说了算 好 老规矩啊 大家帮视频点点赞 最好是来拨强烈推荐 支持一下 咱们慢慢看球 裁判员叫张涛啊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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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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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5分钟 角度稍大 叫到红球最上方 那个红球 推移库 可以叫最右边的红球 好 那么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到啊 黑球上方的两个红球啊 这里都是有单杀的 好 抓点右晒 推过来 左边 这角度像煞比较小 要不要叫底裤红球 还是强心的 蹬过来啊 角度比较大 那么这球就叫不到黑球了 来 篮球来调一下 所以小编一直在强调啊 为什么说 一个球来围球 一个球来做调整 才是最好围球 打掉这个红球的话啊 啊 左边的红球啊 也会出来 x 对 三 三 对 三 哎呀 这球的话需要炸球队了 我本想着啊 要一个角度向下的来叫底库红球 再次多一套黑球 那就超分了 但由于这个角度问题啊 只能可以球了 好 打今天一球超分 这比赛非常的耐抗 打的也是挺快的 77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单根93 这需要破百的节奏 左手来K球 完美鼓杀 轻抬到136 就看粉球这边了 只能推个来单叫 来看选择 可惜了 那么大家说是不是很精彩 这样的话大家帮视频点点赞 咱们下期接着看 拜拜